正常人的研究中心,今天就研究 一攜流,傳播事件一 聖經說是沒洗,一吋,接一吋也好,共品一擊 攜衝轉,一攜流 根據新聞報道,至少5位流層7個單位發現 確診新冠肺炎嗎? 16人染疫,一個保安員,一個垃圾清潔員 那到底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最新的消息就是發現源頭是來自一個超級傳播者 這個就是早前在巴基斯坦回來的婦人的丈夫 為什麼她會去到那裡呢? 雖然她就是東門樓,是大坑 但是原來她會去一櫃樓的垃圾站收集垃圾 然後拿去深水埗北河街賣的 那現在呢就是懷疑那個巴基斯坦夫人的丈夫 由於她收集垃圾的時候遇到那些垃圾清潔員 就傳染了給她們 而那些垃圾清潔員 由於她每一層收垃圾 就將病毒傳染到不同樓層,不同單位的人士 另外由於她們都跟那個保安有接觸的 所以那個保安都中了新冠病毒的了 好啦,但是呢,其實在這個日葵樓三樓 亦都有一個53歲的國泰貨運站產車工人確診 所以其實原頭是否只有一個呢? 還是其實那個國泰貨運站產車工人 亦都在貨運站那裡感染了新冠病毒呢? 那這個就要再查清楚了 那那個巴基斯坦夫人 原來她的兒子呢 都在美孚站 懷疑感染到一個女友傳教師的 根據新聞報道 只是在美孚站的垃圾 接觸個9秒鐘就已經在到了 好了 那早前的巴基斯坦夫人 其實已經傳染了很多人在 包括那些親戚 家人 兒子 等等 我們先看看那個位置 易葵樓呢 就是近寨坡口地點站 那而 那巴基斯坦夫人 其實是住在 東門樓的 石杰美 而日葵樓呢 就是在大瓦歐地點站的 好了 正經說這個世界和世界有望前的消息 從容上帝子 人生能夠永遠長出的 那大家注意健康 今天我近了我們都要悔過 再見